虽然60岁以上的人群依然是血管病的高发群体 但血管病病人的发病年龄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 随着气温的下降 我们更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增加锻炼来增强我们的体质 挑一个天气好的周末 寻找一下南京中山林明孝林的黄金大道 或者到周边城市自驾旅游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季节常熟的景色是越发美丽了 在上湖风景区内那些原本清脆的池山 经过暗霜的吹打已经变成了红色 坐上了竹筏远远看去 池山倒映在壁波荡漾的湖面 更是美不胜收 这个水上森林已经成为上湖景区独有的风景了 到了常熟 别忘了顺道看看 有常熟最美银杏之称的龙殿古银杏 只要沿着三丰清凉寺前的山路一路向西 走了大概十分钟 就可以看到这株古银杏 这颗银杏植于北宋年间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每年一到落叶时节 总是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 专程前来拍摄取景 这样的美景不是苏南地区独有的 在淮安城区 路边银杏树叶已成金黄色 扇形的叶片上微微泛出一层金黄 好像铺上了一层金粉 微风徐来 片片银杏树叶漫天飞舞 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在空中散步 而洪泽湖失利 不少野生鸟类来此越冬 它们在河面上嬉戏追逐 给冬至的洪泽湖盼增添了生机 连日来的低温天气并没有阻挡干于 沿海瑜伽女加入 根海八一称增收行列 虽然这几天天气比较冷 八称这活有点累 但是对于农闲时节的瑜伽女来说 每天可以获得七到九十元的八称收入 同时也让她们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在经过一天的辛苦劳动后 这些瑜伽女们迎着晚霞满夜而归的场景 谁说这不是独特的美景呢